导演呐 这个世纪演员已经准备完毕 就等您了啊 你说啥 我这副团演负责面试演员呢 谢谢 不是我是激动的泪嘴 谢谢 导演呐 你就把这个头头三的八把半弄到手 咱们一起加油 哎呦 哎呦我的天呐 其实我个猪头了 哎呀 哈哈 哎呀 那个 世纪演员 上来 大哥 出去 没礼貌 哦 导演好 这是我的简历 啊 叫啥名啊 毕超 塞医院家 导演 你误会了 我名字叫毕超 啊 哈哈 你这名字起的可真毕啊 谢谢导演夸奖 学过表演吗 没学过 纠nah 虽然我沒学过表演 但是我读过很多书 啥书啊 你比方说 斯坦丽斯拉夫斯基的 我入驾 这不是驾 像 他什么司机的 啊 我现在给你表演一段 动物世界怎么样 猴子刺呢 猴子打车 猴子切 谁都不能เป 导演 你看 我也是怀揣梦想来的 要不然 你给我出个表演题目吧 那就把你的梦想再揣上 来 出去 那导演 我演一个面试失败 心中的沮丧痛苦 纠结 行 去吧 去吧 导演好 对 导演 叫哥 大哥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慧炳 您可以叫我慧炳 或小炳灯腰 那我可以叫你煮这盒子吗 那就啥叫啥 那玩意就味道 你这样你妈知道吗 到我了知道吗 猴子生气了 猴子生气了 猴子 导演 啊啊啊 你纠结 纠结 纠结 学个表演吗 没有 没学过呀 但是导演 您可以教我呀 对对对 你真聪明 导演 今天呢 我为您准备了一首诗朗诵 我可以为您在这表演一下吗 来 好 导演 你看看我现在走心不 走 非常走 我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 行吗 接着走啊 好的 导演 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 好 下面 我要为大家带来一段诗朗诵 等 我在等人 人 没来 怎么办呢 继续等 谢谢大家 导演 你觉得我刚才表演得怎么样 太走心了 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天才 你妈说得对呀 导演呢 你来评价一下 我刚才表演怎么样 非常好 你离幸福的不归路是越来越近了 来 在上面接着走去啊 想一想 导演 就是你这回在让我演个响 对 来想一下 哎呀 哎呀 导演 我 他 导演 导演 我们继继续吧 那接下来 我为您带来一首比较激扬的歌曲 不用唱了 不用唱了 你刚才这首档就已经将我的心彻底继承了 哎呀 导演 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天才呀 你妈才是天才的呀 导演 啊 啊 什么玩意儿 我算是想明白了 你俩是在玩我的吗 你才看明白呀 答对了 你的智商啊得前日了 啊 你啊 还是好好地看看我的病例吧 啊 干爹呀 800万咱不投了 回去给我看病吧啊 哎 多能装就个病 我爸是投资商 他爸还是投资商 你认为你爸爸是个投资商 公子 导演 等等 啊 导演 让我等 我就继续等 谢谢三位 谢谢 这是开心大词花带给我们的效果啊 大词花的含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它的含义它没说 嗯 吃花知道吧 就是没想的编炮 嗯 哎 他吃花能吃 能那个光芒吗 能放得长久一些 哎 一想嘛就没了 对 他也希望我们撒足够就像那个散光一样 能闪得一长就好 是的 哎 谢谢 很好的意义啊 第一位 胡可老师 我觉得瑞雪你是演了一个 嗯 基本上是 以美貌来征服导演的这么一个女演员 就是你对导演可能可以更临着零一点 对 然后你对马超的态度可以更强悍一点 这样你两个反差特别大 我觉得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嗯 现在那个差距有 但是有点少 嗯 谢谢老师 好 好 谢谢 谢谢胡可老师 这个一开始就不让我们等 喜剧最怕就是等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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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